想得美 我呸 我没想到这群人居然这么可恶 查到了我爸妈的地方 今天趁我不在 来打扰两个老人家 关于我女儿住院的事情 我从头到尾 没给老两口透露一个字 为的就是老人年纪大 身体经不起刺激 这倒好 这群人渣竟然如此逼我 不过幸好我们家隔壁就是派出所 警察小陈跟我们家熟 看到这么多人来 他也第一时间带人上门瞧瞧情况 以至于没有造成大的问题 要不 我们换个地方谈吧 这里我觉得不太方便 老师见我态度转变了 以为事情有转机 便答应了下来 我不想让老人家掺和进这些事情中来 我们最后来到了学校的会议室 我们也不希望将这件事情闹大 毕竟都是小孩子打的闹闹的事情 是吗 打的闹闹 那你让我打的闹闹试试看 你干什么 老师依旧一副趾高气扬的恶心模样 我干什么 打闹而已 我一拳朝着他的脸上挥去 鼻子里鲜血直流 他抱着头在那呲挖乱叫 这算什么 我家安娜被你们几个狗东西 安在地上打十几分钟 现在还躺在医院呢 另外一个老师出生了 这件事现在已经给学校造成了不好的影响了 只要你签了谅解书 保证不追求学校的责任 再发布个声明说这件事根本就是小孩子之间的玩笑 后续里安娜的治疗费用我们学校全包了 毕竟你也知道 重症监护是一天要好几万吧 什么 威胁我 从头到尾 学校没有一个回应 对于这件事 就好像是我们单方面的无理取闹 虎脚蛮缠 我气得浑身发抖 牙齿打架 从这件事一开始 学校压根就没想着要处理这件事 他们就是想着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五 哪怕是我女儿躺在医院 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的时候 在警察调查的时候 他们依旧是口口声声都在包庇示报着 最可恶的就是 学校居然故意删掉了监控视频 如果不是宿管阿姨提前拷贝的那份 我想我现在都拿不到证据 怎么样 考虑清楚了吗 一旁的老师试图将谅解书递给我 被我气得一把撕破 一把抓住他的衣领 抬手便是一个嘴巴子 旁边看戏的老师们都蜂拥上来 准备动手 我拿起一把椅子 直直地冲着人群扔了过去 他们躲得快 没被砸到 但也二话不说 逃出了会议室 我打电话给小陈 让他帮忙盯下我爸妈那边的情况 避免这种情况再次发生 女儿病情稳定 转入了普通病房 妈妈 他们天天打我 还连和男生一起 这帮有娘生没娘养的狗东西 我气不打一出来 气得发抖 恨得牙痒痒 我女儿刚刚转醒 脸颊肿起来一大片 口腔里面也被打破 现在吞咽都困难 娜娜 对不起 都是妈妈的错 妈妈早应该接你过来的 对不起都是妈妈的错 班主任老师 看见了 但是她把我叫出去 只批评我一个人 还罚我扫厕所 不让我上课 对不起对不起 都是妈妈不好 妈妈定会为你讨回公道 我的女儿如今就在我眼前 我却连一个拥抱都做不到 她全身上下都是伤 我难以想象那些施暴的时刻 我的女儿是如此的惶恐害怕 就伤还未愈合 新的伤口就开始了 有些地方比较深 可能影响以后怀孕 我听不下去 我的头皮发麻 这群人为什么能坏到如此田地 究竟是怎么样的父母 能交出这种人渣败类 我的姑娘 每天都要遭受这些非人的折磨和侮辱 她该有多无助啊 我恨不得将他们碎尸 我的姑娘 我拼了命生下来的宝贝疙瘩 如今被人这样欺辱 就因为他们家有权有势 就这么欺负我们孩子 还威胁我们孩子 如果告诉家里人 就要打死他 妈妈 你给我买的手机里 有他们欺负我的视频 是我偷偷拍的 我还没来得及交给警察叔叔 我偷摸在楼梯间打开了视频 我没想到我给女儿买的 用来联系的手机 如今我再次打开 却是这样的场景 这小贱人长得还不赖 要不要 嗯 试试看 看样子是在教室 一男生肥头大耳的 抓着我女儿的头发 猛地往桌脚撞去 一旁的男生一副为所样 说出那些恶心下流的话来 别 我怕脏 我女儿的衣领 扬起手 一下两下三下 视频里我女儿的声音 久久不能散去 混杂着旁边的鸡笑 嘲讽 把衣服脱掉 别逼我扇你 快点 女生一脚踹在我女儿的胸口 被踢倒在座位上 别不是好歹啊 十项点就自己脱 让我们动手 可就没你好果子吃了 哈哈 我真想手扔了这几个小兔崽子 我女儿艰难的起身 却又被一男生踩住了手 啊 你叫啊 反正没人救你 哈哈 手指骨头被踩得吱吱作响 我浑身发麻 止不住地颤抖 你妈把你生得这么漂亮 不就是想让你勾引男人吗 现在这么多男人呢 来一个个来伺候吧 哈哈 就是 来让我们爽一下吧 小狼蹄子 这群人渣 仅仅是因为我女儿长得漂亮 就这般欺辱 我想不到现在的孩子居然这么成熟 心机这么深 我给虎哥打去了电话 我再次被科家家长堵在病房门口 连我女儿住院都不得安生 这是一万块钱 拿去吧 你们不就是想要钱吗 他拿钱的手上扬 将红色的人民币洒落在地 捡起来呀 哈哈哈哈 狗男女相视一笑 转头轻蔑地盯着我看 咚 我一脚上去踢翻了男人 一脚踩在胸口 钱 我他妈不差你那点钱 拿着钱给老子滚 这儿不是你来撒野的地方 我呸 我一口谈吐在其身上 此时的保安才慢吞吞地过来 总归觉得不合适 不想打扰我女儿的休息 也不想让他看见 妈妈这么暴力 我随着保安的到来 走进了病房 狗男女被保安强制 带离了现场 他们是未成年 就算是定罪了 也只是 基本上是由监护人 带回家管教 这帮人渣 仗着未成年的保护伞 就肆意伤害我女儿 包厢里 你说这里安娜的事情 导致我们几个 现在不让上学 真是烦死 我天天在家里 都要被念叨的耳朵出茧子了 就是 都怪这死丫头 班主任还让我写保证书 碰 门被我一脚踢开 里面正是柯秋月 和几个狗砸碎 这是虎哥开的KTV 也是他通知我过来的 虎哥眼神 是以他旁边的小弟 进去包奸 小妹妹 来玩啊 小弟胯部坐在沙发中间 胳膊上一大片纹身 额头还有一道刀疤 弯弯曲曲的像条毛毛虫 你干嘛 柯家的那位被唬住了 直直往后退 想跑 不干嘛 喝点 柯家的贱货 被拽住衣领 拉回了座位 滚开啊 啪 叫谁滚呢 贱货 小弟毫不犹豫的 男生拿起手机准备报警 被小弟一脚踢飞 报警 这是我的地盘 你试试看 两个小男生相识一顿 同时起身 纹身的小弟一个胯部 来到了小胖子的身前 一把抓住他左手的酒瓶 一把抓住他还缠有纱布的手臂 一推 酒瓶硬声落地 再用力一拧 发出咔嚓一声 肩关节已经脱臼 胖子的惨叫声这才响起 女生想上前 又被一脚踹飞 撞在墙上 然后落地 趴着一动不动 只是恶狠狠地盯着我 别 我可没动你哦 我双手抱毙 依旧懒懒地看着 另外一个男生 企图起身逃走 小弟起身一脚过去 他便跪地不起 起身的瞬间 只觉得腿上一疼 双膝发软 只听扑通声 瞬间矮下身去 他低头看时 自己已跪在地毯上 但是膝盖钻心疼痛 就这 我呸 毫无疑问 这恶人还需恶人收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隐约传来 渐渐逼近 你好 只是例行将几个人 带回去问话 其中也包括了纹身小弟 胡子 刚刚那小弟 没事吧 我有些担心 因为这件事 将无辜的孩子牵扯进来 放心吧 啥是没有 我看着他承诺不语 依旧是免不了的担心 那小子今年12岁 别看他人高马大的 其实是未成年哈哈 这下我的心 彻底放在肚子里了 我跟虎哥道谢 然后回了医院 我给女儿带了小米粥 一口一口喂他吃下 最后因为身体原因 倒也没吃多少 那晚的调查结果出来了 未成年打架斗殴事件 虽然如此 但是我的女儿 依旧是躺在医院 每每想起那一幕幕 我就心如刀脚 李老师 放学了呀 你来干嘛 你说呢 亮姐叔 你不愿意签字 那就意味着 你家女儿一天入不了学 这样下去对你们没好处 只要你不签字 在这里任何一所学校 都不会收他的 你好好想想吧 是吗 啪啪啪 我轮动右臂 抬手就是连着几巴掌 想清楚了 你也是帮凶啊李老师 你也是有女儿的人啊 你啊啊 她叫喊着 抓着我的头发 死死不放手 然后尖锐的指甲 扎进了我的皮肤 她的指甲扎进我的肉里 生疼得很 我抬起胳膊肘 向她猛然劈去 出手又快又狠 刀锋凌厉 在耳边呼呼作响 我们霍欧被当街带回问话 依旧是那位年长的警察 你们是两个成年人 这属于霍欧 明明就是她先动手的 她的脸上有伤 如果非要讨个说法 那就去验伤 她身上这些明晃晃的伤口 你的呢 走着瞧 再次遇见李老师 是在一个下午 她再次试图 通过我的父母游说我 啊啊 放开我 你这个贱货 果然有其母必有其女 你女人活该被打 你们都是活该 你活该被人抛弃 没人要 这狗砸肿 她抡起拳头 准备向我砸过来 我还没来得及 抓住她的手腕指住她 就被她使劲一拳 打得嘴里鲜血直躺 胡子当胸一脚 狠狠地踢向迎面扑来的女人 将那人踢得倒飞出去 在她起身的瞬间 又朝她的肚子踢了一脚 哎呦 她痛得几乎断气 惨叫一声跌倒在地上 侧着身子蜷缩着 胸部贴着膝盖 痛得死去活来 她披头散发 眼泪像泉水般的 从闪烁着怨恨的眼睛里涌了出来 她完全失去了理智 不顾死活地跟她搏斗 力气大的像个疯子 不等她喘息分毫 小弟又是一脚飞踢而来 她歪斜倒地 身体在地上滑行 飞出直至撞到墙角 她恶狠狠地盯着我 野蛮地咆哮着 诅咒着 尖声大叫畜生 畜生 胡子拦住了再次上前的小弟 别了 再打出人命了 没事 我有症 什么症 精神病 免死金牌 走吧 我回到医院 助理在跟女儿玩耍 这两天她的身体恢复不错 医生也表示 身体各方面都在积极恢复中 过两天就能出院了 我还在那闷 为什么这次 离为什么没报警 打听之后才知道 她勾搭上了学校的校长 我就说嘛 一个普普通通的班主任 何至于为了这件事 三番五次地来找我 她勾搭校长的事情 被原配发现了 到学校大闹一场 当着全校师生的面 暴打了一顿 没有一个人赶上前 估计也是平时被欺负久了 早就看不惯她了 这次事件之后 那人再也没有出现在众人视线 听说回乡下养伤去了 也有人说受不了自尽了 具体我也不清楚 科家被人举报偷税漏税 收收贿赂 连夜被查封 科家女人抛弃了 当时疯疯癫癫的女儿科秋月 卷着钱 带着宝贝儿子远在他乡 至于其他的两个男生 据说转校之后跟人打架 同死了三个 现在接受调查呢 真是天道好轮回 苍天饶过谁 听说李明被小四举报财务作假 被抓 又被发现音乐生的儿子 并非自己亲生 嘖嘖嘖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我这还没出手 怎么就自己垮台了呢 酒桌上 谢谢你呀 当这么大一个忙 虎哥依旧是一副顶儿郎当的样子 但我知道 他很正义 是个不折不扣的君子 这算啥 我这是为我干女儿 那我也得谢谢你 别 你我谁跟谁嘛 以后有啥事尽管开口 很顺利 我女儿的抚养权 关死我胜诉了 女儿以后是我一个人的了 我定会好好护她挨她 关于女儿转学的事情 虎哥算帮了我的大忙 我女儿已经不适合 在这继续读下去 我打算给她休学一年 带着她调养好身体 然后散散心 游山玩水 一年后再入学 我不求大富大贵 只希望我女儿平平安安 健健康康的 哪怕付出我的生命 我也在所不惜 妈妈 你看 好漂亮的大海呀 是啊 安娜喜欢吗 喜欢 那妈妈赚钱 给我们在这买个小房子 好不好 每年寒暑假我们都来 好不好 好 女儿开心地抱着我脖子 亲了我一下 听说海南的气候 适宜休养生息 我便来了这里 我很庆幸 我的女儿如今健健康康 快快乐乐地站在我面前